作词 李卓宍 作词 李卓宍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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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卓宍 武刃 李卓宍 母则 武则 金华宍 暮色急看天边斜阳 恍惚想起你的脸庞 毕竟回想难免徒增感伤 请叹息我们那些好时光 夜未央繁星落眼眶 是一段柔软的光芒 天晴朗好疯狂 若你不在身旁 难上苍穹又怎样 穿过空港将寂寞环阳 狂野双肩比吹了泪光 很容易重剑 可爱她 可爱我 啊 会有你是我的天堂 赵敬宇 赵敬宇 竟然是他 这赵家不是中立吗 这太子怎么帮他说话 什么中立 赵家最初是因为帮上了高相 才得了机会出征西南 立些战功 百将封赏的 这也是奇了 太子居然 要提拔高相的人 什么高相的人 这也是奇了 什么高相的人 赵敬宇虽说是辅国大将军 可正是因为高相 一直把他外放在西南 好不容易把西南整治得平顺了吧 又把人家给调回了上京 可回了上京以后呢 又一直放着空缺 说白了 就是个散治大臣 王爷 这赵敬宇他站哪边啊 刚才太子的话 你们都听清楚了吧 那才叫高瞻原主 你们哪 这都是什么字啊 这都是什么字啊 小气 我都已经待了两个时辰了 你当时让我干点什么呀 你安安静静地待着就好了 什么叫安安静静地待着 太子殿下 可是派我来跟你一起修书的 我总得干点什么吧 太子殿下是因为你思乡 才让你来这儿 并没有指望你能帮什么忙 你这是什么话 这修习尽致呢 是国事 国事就是男人之事 你们女人 本来就不该参与 我跟你说 快不要跟我提你们这些 李朝乱七八糟的规矩了 女人一定要走在男人后面 女人行李一定要比男人低 吃饭也不能好好吃 一定要夹两个鸡蛋 走路也不能好好走 一定要顶一碗水 在我们西州 哪里要受那么多罪 行了 你看看那些书 哪个能解你思乡之骨 拿去看吧 我出去透透气 你干嘛去啊 你回来 李承鄞 李承鄞我还没说完话呢 李承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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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不想理我了吗 是你先找我的 我就找你了 我就找你了 动手是吧 动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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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啊 你个蠢货 为了一个妓女坏了我一盘好气 生生把赵家推给了太子 爹 怎么就偏赖我 谁让那皇后反对赵瑟瑟与王相好的 要是让赵瑟瑟嫁给翊王 这太子也不会突然提议 让赵敬雨做赞北侯啊 你还定罪 不要停 打 往私立的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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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您就是打死三弟 也挽不回这一盘棋了 不如清理棋盘 令谋新篇吧 如今赵家已投靠于我 待我与九公主完婚之后 拥有了西州势力 任凭她高家势力再大 也断不能再与我抗衡 叹什么气啊 有话就直说 我之前一直觉得赵家有点不对劲 于是我便派眼线盯着他们 今日赵敬雨去丹蚩夫人 李承鄞和那赵家小姐前去相送了 李承鄞 为何不早说 我之前也只是怀疑不敢确认 刚刚探子来报我才得知李承鄞 她去了十里长庭相送 别瞧 这就行 你赵家的帝王 还得知他 那鬼 他送人 你必顺帝王 你不必顺帝王 有点 まず呢 瑟瑟 你可是真心愿意将终身托付于我 殿下何必明知顾问 可是我在你家人眼中并非是最好的归宿啊 只要殿下不负瑟瑟 瑟瑟一定会说服家人 若不能让你父亲垂青于我 又怎么敢让你托付终身呢 瑟瑟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父亲 安心把你许给我 嗯 扑闹 请赵将军成全 翊王殿下 我与瑟瑟情投意合 还望赵将军成全 来 来 来 我知道将军心中忠义的是太子 承鄞虽无权无势 但我可以保证 日后一定好好戴瑟瑟 绝不负他 这个 将军心中所谋之事 我可助您大成 只不过需要委屈一下瑟瑟和赵将军 配合我演出戏 太子殿下 我亲眼看到高震 故意提伤了兄长 瑟瑟 你误会了 这粗拘受伤 是难免之事 我刚才就在旁边 高震不是故意伤你兄长 可是 哥哥 瑟瑟 瑟瑟 快 太子 瑟瑟 瑟瑟 都是我不好 海家雄受了那么重的伤 瑟瑟 是我不好 别哭了 没想到高震居然这么狠 瑟瑟 瑟瑟 既然已经这样了 必须把戏演下去 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这次虽成功 但太子未必就相信 我们必须再一起演一场戏 请您再写一封书信交给太子 就说你们痛恨高家 有意投靠于她 赵小姐 谢我怜香惜玉 说日后定将报答 殿下还真是 心想事成 太子生性多疑 未必就会真的相信 所以 我们要在她眼皮子底下 演出戏 不许多疑 前些日子 翊王确实每日都去赵府 但赵家小姐每次都避而不见 这几日 翊王似乎也觉得无趣了 就没再去过赵府 平日不是待在翊王府里 就是待在洪王馆 知道了 超儿 辛苦你了 那 只要打消了太子心中这个故路 确定你们是真心有力投靠于她 到时候 她一定会亲自登门造访 拉拢赵将军 接下来 就看赵将军如何选择 是 承鄞此生 绝不忘赵将军相助之情 多谢殿下 殿下 抵达同州道后 我会拆专人 与殿下互通消息 还请殿下收好印信 教军请放心 父亲 北地寒苦 你要好生照顾自己 请殿下 善待瑟瑟 承鄞定不负瑟瑟 不负将军 多谢殿下 末将告辞 父亲 不负将军 父亲 殿下在想什么 我在想 你父亲那关总算是过了 可是 不知道你兄长 是否会记恨于我 虽说这一次 是作戏给太子看 但殿下演得太真 兄长当时又不知情 事后父亲 也都说与他听了 但兄长性子倦 就怕他认死理 心里不痛快 殿下往后可要对兄长好些 那是自然 瑟瑟一己私情 令父兄涉险 如今赵家命脉 都悬于殿下之身 若是殿下以后有了新欢 咽起了瑟瑟 还望殿下看在今日之宫 为要咽起瑟瑟的父兄才是 令尊行事严谨 虽与我有私下之缘 却在太子那儿瞒得严谨 若我失败 你随时都可以 拿着这枚玉佩 转头东宫 瑟瑟在此明示 对翊王殿下 绝无二心 最可怜的人是我 既得罪了太子 又未能全然得到你的心 殿下 我 好了 逗你的 好一个暗渡陈仓啊 求婚 奴 patients 请太子殿下息怒 滚 是 忽悠 奴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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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高相求见 娘娘 您为何不见高相 舅舅过来 想必是为了镇北侯一事 兴师问罪的 这不是太子所为吗 赵家倒向太子一事 现在想起来就是不对劲 赵瑟瑟的眼神看翊王 是动了真情的 这女人的心哪是说变就变的 舅舅不来 我还不能确定 她这一来我便明白了 此事跟承鄞脱不了干系 那奴婢就说 娘娘您去了太皇太后那儿 回了高相 躲得过一时躲不过一世啊 不管怎么说 承鄞没有把事情做到明面上 她现在还是在高家这边 只是行事有了自己的主意 且看舅舅有如何说法吧 这义王真是让老夫刮目相看 舅舅何出此言啊 要不是我派探子 亲眼看到义王和赵姑娘 在城外送赵敬禹出城 我还真蒙在鼓里 原来是义王和赵家 一起一样的一出戏 老五是你我看着长大的 他素来心思单纯 绝对不会在背后做这种事情 义王真如皇后说的那么单纯吗 他若单纯 能在丹蚩立下齐功 他若单纯 可以在当今的朝堂上运筹帷幄 区区数月 他就脱胎换骨了 真是让我惊叹 执子某某母 皇后有没有觉得 他背后有高人在支点 要说承吟背后的高人 那就只有舅舅了 他今天走的每一步 都是仰仗着舅舅您在背后的支持 依我看 这次肯定是被赵家的姑娘给蛊惑了 才中了赵家的劝套 臣要是这样 那赵家人也太有本事了 话说回来了 表兄这次没有得到镇背后的封号 也不是件坏事 他本就镇守西境安护府 全力堪比一方诸侯 如果再将丹蚩纳入囊中 难免会引起陛下的猜疑 得不得镇背后老夫还真不计较 只是翊王瞒着皇后行事 让人措手不及 真是替皇后担忧啊 请舅舅放心 我定会多盯着承吟的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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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 跟我学 来 手抬高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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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一个 喝一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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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我这儿白吃白喝白住 还好意思喝这么多酒 放心 我不会差你酒钱的 再来一户 你欠了我那么多酒债 还这么个态度跟我说话 你这样喝酒你要不要命了 我的酒无论如何都不能卖给你了 省得你喝死在我这儿 我还得替你料理后事 我死前见的最后一个人 也不可能是你 你知不知道你跟我其实很像啊 像什么 你喝酒 把自己灌醉 那是因为 你有太多不愿意提起的过去 我开着酒馆 把别人灌醉 那是因为 我希望别人替我醉 我也有太多不敢想的未来 你没有过去 我没有未来 那你为什么偏偏不让我替你醉啊 因为我知道 小枫对你很重要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跟小枫 才刚刚认识 你也不问问我以前是干什么的 你觉得你能瞒得过我的眼睛吗 我不仅能看得出来 小枫她对你很重要 我还能感觉得到 你对小枫也很重要 也许 曾经是这样 但也只是曾经 我跟小枫 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所以我们两个人 把彼此 看作是故乡的亲人一样 你不想要 既然你对小枫好 对她又那么重要 我就把你当作我的好朋友 替她来照顾你 你还是把我当成普通酒客吧 我这个人 天生会让人失望 而且越亲近的人 越会失望 然后再来 能再来 走 明月来了 来 过来 替我劝劝这个石头 这个人在我这儿白吃白喝 欠了那么多的债 现在呀 喝得连命都不要了 快坐 顾剑哥哥 你为何这么看着我 这两天 就没有人来找你 没有啊 谁应该来找我 没什么 我以为会是那些 不识好歹的客人 过来骚扰你 来 给你的 慢点喝啊 顾剑哥哥 你少喝些吧 你在我才能多喝呀 我欠了米罗很多酒钱 你在这儿太碍于情面 不会把我赶出去的 来 顾剑哥哥 那个时候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遇到了一个人 他教我功夫 把我带到了西州 静养在了明远公主帐下 可后来明远公主离世了 我就回来了 你呢 你怎么到明远坊来了 我和母亲被抓 一直等着父亲来救我们 可直到我们被活埋 他还是没有来 我白死一生 从土队里逃出来 被外族商队所救 学了歌舞乐计 便回到上京 在这明远坊 做了一个清官 说是清官 可又比那些樱花女子 好到哪里去呢 你受苦了 我后来一直受人照顾 倒也没经历什么 颠沛流离之苦 倒是你啊 一个人这么多年远走他乡 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 我好歹还在豊朝 还在上京 多少是有些安慰的 我只恨自己没有本事 不能守任仇人 如虎 玉玉 既然活下来了 就要好好生活 恶人自有天首 他们造了这么多的药 总是会自食其果的 我去送你到这儿 那我先进去了 义父 您是来看明月的 明月长大了 她长得越来越像她母亲了 义父 你为何迟迟不和明月相认呢 陈征已经死了 可明月的父亲还活着 如果让人知道我还活着 我就还是个朝廷钦犯 明月现在 最起码过得安稳 我不想拖累她 让她重新过那些刀头上的日子 义父 如果当年你救的是你自己的女儿 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总需要有一些人 为了大义而活吧 戒指 我知道 自小给你灌输的东西 太过沉重了 但是我们不能忘啊 我们之所以活着是活在了 孤臣两家上百条人民的血肉之躯上 义父 顾剑从来就没有忘过 感激义父的救命之恩 为了家族血仇 我会继续听从义父的拆情 翊王殿下 这是您要调取的 户部和兵部的宗卷 下去吧 是 你怎么又来了 我 我来帮忙啊 哦 对了 今日画师做了一张西州地图 您看看是不是准确 这绘制得还挺精细的 我看看吧 我看看吧 同样的路 我走第二遍都不一定认的 还让我修正地图 可要是什么都说不出来 别人岂不是觉得我这西州九公主 徒有虚名 嗯 这里有问题啊 你看 虽然丹蚩都冰原地貌 但是其实地形还是很有变化的 嗯 在这一片山谷里啊 它其实是有一个温泉的 我跟你说 到了夏天 满天的萤火虫 可好看了 怎么了 啊 然后呢 我们 是不是之前认识啊 什么 我说 我们是不是很久之前就认识了 嗯 阿渡姑娘 我给你做了件新的衣裳 你把这件衣服换下 把这件穿上 你身上这件衣服都穿了许久了 身上倒有味道了 来 干你了 起步了 这就赢了 来干你了 这带我一个带我一个 看着 这就好死了 拜见九公主 拜见九公主 不用这么客气 你们这是在玩什么呢 回九公主的话 今日内庭司传出话来 让欣赏 奴婢们闲来无事 这半日的功夫又不能告假 于是就聚在一起拌面 拌面 你们有自考囊啊 回九公主 这个面指的是备盒面的面 是一种用铜板来玩的戏耍 用铜板的备盒面来定输赢 有字的为面 另外一边则是背 玩法呢是两个人一对一 每个人拿出相同数量的铜板 把这些铜板放在手掌内 抛制于地面或者是桌面 面朝上的则归头家所有 剩下背朝上则由二家投掷 如此反复 最后收的铜板数量最多的 自为赢家 输家还要认罚哦 那算我一个吧 好啊 铜板 怎么能要九公主的铜板呢 我没有钱 这个就算我的本钱了 好吧 等我赢了再还给你们 好 这个给你 九公主 好 那我们开始吧 来 开始开始 好 我赢了 这个是你的 九公主 你再跟他制 哦 好的 好的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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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都是我的了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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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没有了 九公主的手气也太好了 把病你们半个月的月筋 都给引走了 就是啊 那有什么关系 我到时候让有娘 再多发你们一些呗 九公主 可千万不能让有娘知道 我们在做这些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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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告诉她 她知道我们就惨了 她知道我们就惨了 有娘 有娘 你怎么来了 公主啊 你怎么能跟婢女们赌钱呢 这有失身份 走 跟婢子回去 走 用钱拿回去 是 永娘 嗯 你说这个 李朝的官制同钱 是不是都一样的 是啊 那有没有可能 同样都是官制同钱 可是大小不一样 保护也不一样呢 可能是筑钱的时候 工匠没有做好 公主问这个做什么 哦 没什么 我随便问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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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说吧 说吧 看 你们李朝泱泱的大国 铸草公鱼居然这么差 居然可以允许两种不一样的铜钱 流通在诗集上 是不是很奇怪 是不是不一样 是不是 你干什么 还给我 铜钱哪来的 骗的吧 我赢的 赢 你管我呢 还给我 不给 你还给我 铜钱有什么好玩的 改天我送你更好玩的 不要更好的 不给 我不要 你还给我 不给 我不要 不要 还给我 不给 李承嫣 喂 喂 现在我住在宫中 出入不方便 今天正好你当职 帮我去告诉翟先生 让他务必戏杀通钱一事 去吧 这两枚铜钱 已厚一包 这枚厚的是旧铜 应该是以前官制的铜钱 而薄的那枚是新铜 应该是纺织的 厉朝的铜 每年除了铸造铜钱之外 其余大多数 都用来铸造佛像 皇上上佛 万佛寺就是皇上登基之后新建的 每年都会新增数座佛像 而今年 为万佛寺素佛身监工的 恰恰是忠王的世子李燕 若真是李燕 死寇祝佛用铜 那肯定和太子有关系 可是太子已经身居高位 他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不管他想干什么 总归不是什么好事 只是 如果我们私下调查 就算五皇子 把证据呈给皇上 皇上也会碍于皇家体面 把这事压下来 所以 这事还得皇上 亲自下令去查才行啊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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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翼王派来的侍女缠儿 参见九公主 翼王派我过来给您送个礼物 说是能解解闷儿 我不要 要不要的先看看 不妨是 那好吧 好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孔明锁 他这不是捉弄人吗 他这不是捉弄人吗 阿渡 把他给我劈开 阿渡 使不得 公主 这可使不得 这个啊叫孔明锁 我需要用耐心才能将它慢慢解开 翼王殿下说了 公主如此聪慧之人 定能找到其中乐趣 当然聪慧了 告诉你们家主子 明天我就给她解开 是 婢子告退 愿意 愿意 偷 来 你好 老大 要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忘不掉 是你的模样 挥手初见 那从前向往的瞬间 抓不住 伸出的指尖 你心碎 通流没人不悔 忘穿之水 尽开红尘是非 时光大悔 饮下我轻易悲 若如之间 为谁而回 你心碎 你心碎 空楼里人不悔 你心碎 若如之间 红尘是非 时光倒归 饮下我轻易悲 若如之间 为谁而回 却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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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如今